觀眾朋友你好 是不是臺灣的法論 這件要對付人民是百百條 如果堵到財團是為了不贏 我們說得難聽 你如果在賺的 吃一根粉 粉可以黑白等 抓到法治 部份人黑白費 抓到法治 雞頭行尾你黑白等分數 抓到要法治 可是在三年前 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封裝測試場 日月光 他一年的營收是幾十億上下 在三年前竟然排放極高酸的廢水 到後進溪 導致下游的農田受到很大很大的傷害 整個後進溪呢 其實這幾十年來是一片滄桑血淚史 可是在之前去年的時候呢 高雄地方法院一審判決 其實那時候我們也談 這其實也叫輕判 排放那麼嚴重的廢水 在一審的時候呢 是判他們的 常務處處長等四個人 一年四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不過都可以緩刑 可是在今天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做出來二審的判決是通通大逆轉 這麼嚴重污染大高雄地區後進溪 全球最大半導體封裝測試的大廠日月光呢 四個人通通無罪 在一審的時候還判說要賠三百萬 現在連三百萬都不用賠 是不是臺灣的司法在縱容這些大財團 毒害臺灣 當然高等法院也有說 其實呢 這是法條 釋法性的這些問題 以及你很難就舉證說 所謂的河川污染 整個重金屬危害是日月光 所造成的 今天我們好來談一下 在三年前這一場日月光 排放高酸的這些有毒廢水 為什麼在今天通通大逆轉 通通無罪 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所謂是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李更正李老師 觀眾朋友大家好 環境法律人協會理事長詹順桂 詹律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除了今天談高雄 也要談全臺灣 其實這幾年來 已經看到怎麼有牛奶河 還有芋頭河 這種突然間 其實昨天的颱風 大家怕到死 可是颱風我們怕的不是只有風 不是只有雨 還怕很多很多黑心工廠 在颱風夜的時候 大排空氣的污染 大排所謂的廢水 我們也歡迎是桃園在地聯盟的理事長 潘中正 潘老師 清聰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不是 正經我們發出 燭到財團 正經是發出百百條 燭到財團 無罰條 至少我們有一個水污法 可以去罰 至少我們有一個廢棄物清理法 可以罰 至少我們有一個刑法 公共危險罪 可以罰 但是為什麼通通都罰不了 而今天二審大逆轉 通通無罪 我們來看看 日月光 K7厂與民國一百零二年十月間被控偷牌廢水污染後禁錫 高雄地方法院去年十月 一廢棄物清理法判處K7厂務處長蘇秉碩等四人有期徒刑 一年四個月到一年十個月不等的罪行 日月光也被判罰三百萬元 檢方不服上訴 結果二審大逆轉 全部無罪 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六條直到今年才修正 文案在一百零二年行為 被告行為的時候 那水污染防治法並沒有刑事處罰的明文規定 本店回庭認為被告不構成犯罪 無罪或者是免罰 但不表示日月光這個行為是正確的 也不表示日月光沒有這個行為 只是因為法律規範導致這樣的判決結果 當時擔任高雄市環保局長的現任副市長 陳金德認為 沒有刑責不代表沒有責任 而環保團體則質疑這樣的判決 只會助長財團和企業漠視環境問題 僅解送單一的餘體 致使法官無法比對 做出無罪的判決 市府執法過程清算也有責任 不能直接認定重金石的污染 就是日月光公司本次一流事件所造成 已經抓到明確的證據 那你只是說因為它證據太單一 我覺得正在在凸顯說長期 臺灣的這些環保機關 對整個長期的這些污染的監控是有問題 可是也凸顯了整個這個法院 對這種環境污染判決太過傾向財團 高分院指出全案人可上訴 高雄地檢署則表示 將等收到判決書之後再看後續處理 我們時間回到三年前到底日月光做了什麼事情 它排的到底是什麼水 我們來看看這個毒水呢 是高雄日月光K7場 這是高雄市第九大的排水量的事業 連續二四小時排水 那一天大概是五千五百噸 相當於兩個游泳池 就是說 以外 這我絕對不是條工的 這以外 這就是在換這個什麼什麼 一個污染 都說那個人都沒有經驗 所以強酸這個鹽酸通通跑出去 意外這個也沒有造假 也願意改進 那排出來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酸鹼值呢 採樣潮呢 是七點零六 放流潮是二點六三 法定標準呢 是六到九 換說它強酸 再來懸浮固體呢 是九十六毫克 超標三倍以上 化學需氧量呢 一三五毫克 也超標一點多倍 這個是比較慘的 然後滅含量 重金屬的含量 標準是一毫克 那是多少 四點三八毫克 原本的廢水是五毫克 換句話說 幾乎沒稀釋 都要整個搶出來 可是我先請教李老師 一審的判決 其實在上次去年判決的時候 我們也談到 對很多人來講 那叫輕判 對啊 重罪輕罰 現在不是輕判 現在是完全不罰 通通無罪 你怎麼理解今天這個判決 不是 我整體來講 就是對這個 不管是整個政府機構 從環保機關 高雄市政府 一直到法院最後的這個判決 其實整體來講 還是覺得非常的痛心 就是臺灣的法律 沒有辦法保護臺灣的環境 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當時張前生 其實你看看 日月光營收一年是兩千兩百億 然後不是只有這個案件 從二零一一年到一三年 整個日月光被裁罰是二十九次 也就是說日月光是壘犯 不是只有偷牌這一次 違法這一次 像這樣一個惡行重大的一種 這個財團 然後我們政府最後其實 第一次的時候只抓了四個 就是算是中間幹部吧 然後罰了三百萬 這個人民怎麼能夠服氣呢 罪永遠上不了這些大財團企業主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在去年那種種罪侵罰的問題 其實我們就覺得非常的心痛 那我請教你剛剛用了一個很重的話 叫做臺灣的法律 保護不了臺灣的環境 但這是法律的條文問題 是法律漏洞擺出的問題 還是執法者的問題 執法者有兩部分 一個是公權力的 包括是市政府環保局這些人 另外一個就是宣判的 不管是所謂的檢方 或者是法官 我們來看看 二審為什麼判無罪呢 原本包括 場務處處長舒秉碩 廢水組組長蔡其勳 廢水組工程師游志賢 以及劉威城 這四個人都是判 一年四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可是可以緩刑 何登陽是無罪的 可是今天高院說通通無罪 那原本一審說要罰三百萬 他說因為法條不適用 所以三百萬也不用罰 那為什麼何登陽無罪呢 他說他也不是負責人 只有行政的資源等等的 我們來看看 整個無罪的判決理由到底是什麼 第一個發生的原因又不是K7廠 這個是說漢滑水處理公司的人員 是另外一間公司的人員在換這個 所謂的鹽酸除銅管線的紙漏墊片 就是一個像太熱的東西 說沒有經驗 沒有通知K7廠 所以這責任也不能完全歸 作為K7廠 再來呢 這個排放的廢污水 不適用有害事業廢棄物的認定標準 這我其實看不太有啦 因為說污泥跟污水跟廢水不一樣 形態不一樣 所以你如果是廢水 你就不能用所謂的有害的事業廢棄物 你要用水污法去管他 實在說對很多人民來講 這是法律在說什麼 無法可管 說水污法是在一百零四年 二月之後才修正的 就是有刑責那一條 但是這個行為是在之前 所以你不能用後來的法律 來去規範 來去刑罰之前的行為 而且他不是任意棄制 有處理廢水的這個設備 所以他是意外出來的 所以他不是任意棄制 然後魚類找到說 很高的重金屬含料 說你在魚裡面找到重金屬 跟K7廠 跟日月光有什麼關係 這個連帶的因果關係 你無法證明 所以也無從證明危機 形態 生態環境的迫害 換句話說 因為種種理由 所以今天高院判決是通通無罪 三百萬也不用罰 所以詹律師我想請教 所以你們念法律的人 怎麼好像理解上 跟一般人都有很大的落差 罪證確鑿 連日月光都說真的 我有牌 而且他也說真的 我就是排這種水 但是不用罰 通通無罪 其實我想我作為一個媒體貫稱的 這個環境律師 我更希望日月光這個案子 他可以被重罰 但是我們法律 不可以有兩套標準 並只能一套標準 那我先解釋一下 法院他是被動性的 他只能在檢察官起訴的 他檢察官認為的那個犯罪事實 他把他起訴的範圍之內 來審判 來檢視說 檢察官所提出來的證據 能不能夠證明說 檢察官所認為的起訴 確實是 確實已經確定是犯罪 然後來這裡判罪 法院只能這樣子而已 如果沒有 不是檢察官所起訴的範圍的話 那他即便有懷疑 他也不能直接判 他頂多只能最後去 最後判決的時候交代說 那檢察 另外 另外的一部分的檢察官 你要不要另外再起訴 再送進來讓我再判 他不可以直接就判 這是法院 他只能被動的 在檢察官起訴的範圍之內來審判 這是一個 這是 這是他一個大前提 那第二個呢 其實我們再來想想看 比如當這個從從這個那個兩年前強拆的這個大埔張藥房 然後後來八一八占領內政部到三一八 血運這些事情 我們很多的公民針對檢察官去取 就是說去起訴這些學生 妨害極有法 妨害公務 那回過頭來學生去告江一話 都被判無罪的時候 我們人民也很憤慨說檢察 就說這些犯罪的那個事證 就是說明明就是那麼的不清楚 那檢察官為什麼要起訴 那當然其實大部分後來檢察官 不起訴的比例也相當多 也有很多法院是判無罪 我們用相同的標準裡面 在妨害公務跟極有法案件裡面 大部分的公民我們都會說 因為這是刑事案件 我們要求法院要嚴格遵守 無罪推定主義 要嚴格遵守罪行法定主義 那這個裡面簡單的理由 就是法條怎麼規定 法官只能被動的適用 至於法律的周不周延 那個恰不恰當 那是立法委員的事情 法院沒有辦法去逾越 那所以用相同的標準 我們移到這個案子來看 當然就會覺得很痛心 可是因為在還沒修法之前 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 他的規定是僅限於說 沒有取得排放許可 而你去排放的那個有毒的物質 那所以被處罰 那在這個案子裡面 剛剛好那個日月光 他的他是有取得排放許可 只是說他排放的污水裡面 含有這個有害物質 就是銅 銳等等超標這些問題 但是因為這樣子 他就不符合水污染防治法 第三十六條的構成要件 所以法官沒辦法去加以處罰 那這也是在地方法院 他只好不得已他去繞道到廢棄物清理法 第四十六條 是的原因 但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 他規定是說任意棄制有害物質 他那個條文是這樣子規定 那在這個案子裡面 當然這個事實認定的部分 剛剛講過 法院只能被事後來認定 檢察官起訴的時候 也已經好幾個月後了 第一時間在這個案子發生的時候 到底是日月光的人 因為那個漢華公司人 在裝飾的時候的那個舒適所致 還是日月光過去就是常態性的 會加高量的那個自來水去稀釋 早就已經是這樣慣犯了 其實只有案發第一時間 就是兩千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一號當天 其實只有日月光才知道 第二個就是事後快速的 來到現場的高雄市環保局 才有可能知道 那法院事後來看檢查 就是說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並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 給高雄地檢署 那地檢署起訴說 沒有辦法舉出足夠的證據說 這一部分日月光是刻意的 是一個共犯 剛剛那個那個 更正所講的說 過去已經有前科累累日月光 前科累累這樣子的 那個水污染處罰的紀錄 我們就要問了 其實我在一年前 我就問過高雄市政府 當時環保局長陳金德 你有把這些紀錄 提交給檢察官做參考 檢察官有把它作為起訴的 證據資料之一嗎 如果沒有 法院他也沒很難直接的 去用被清理法來處理 那這兩個的差別 最重要是說水污法 他當然就是說 如果你透過污水排放 竟然有水污染防治法 已經明文規定了 那廢棄物清理法 他處理的東西 其實兩個的標定 應該是不一樣 那本件呢 竟然是透過污水 以及污水處理系統 而排放出去的 的那個排放行為 那這一部分本來就已經被規定在水污染防治法的要件裡面了 那就不應該 因為這裡法律規定的輸入去找一個處罰形態樣態跟他不一樣的廢棄物清理法來加以處理 這是法律上邏輯 那至於說他們用了另外一條更重的那個刑法第一百九十條之一 所以說放流毒物自身公共危險的這樣罪 那因為這個案子高雄市環保局輿送的 也只有 就剛剛講 只有兩千二零一三年十月一號當天的八個小時的排放行為 那這樣的行為 假官就根據這樣子來起訴 那我們就一天八個小時 尤其是污水 污水 因為你排放到河川 河川有他本身的稀釋能力 你要用這樣子 就來講說 這樣子已經造成了對於環境生態有具體危害的公共危險 非常我們修華講 那個真的非常難 我們看另外一個例子好了 在一樣是二零一零年 那個七二五臺塑公安大火連續燒了三天 有沒有說他自稱公共危險 因為空氣也容易過散 但是我們知道說 其實當地周邊的很多的魚 那個蚌 那些其實都後來因為落產 入穴落成 早上大量的死亡 那在那個案子裡面 我們都沒有看到地檢署 針對這樣的事情來起訴 那原因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說 因為這個有涉及到舉證困難 而且你要自身公共危險 那個就是說 整個過程要見 舉證要非常的詳實 要非常的充分 但是在本件裡面 因為只有一天的採證 那個水超標 那後來檢測到那個底泥 跟魚體的那個 魚體裡面的重金屬 底泥的重金屬超標 魚體裡面的童涅也超標 對不起 那是在這個事發之後 已經清過七十幾天 檢察官要求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補牆證據 他們才去採樣來的 那我們要問了說 那個水流從這 從這個德明溪的 德明橋的那個 那個附近的開始排放 到出海口 需要多久的時間 你七十幾天後再去採集 那個東西可以直接證明說 是日月光排放的嗎 我們等一下一定會再好好談一下 不管是高雄市環保局 或者是高雄地檢署 在採證以及起訴的資料上 是否足夠 可是如果像剛剛您所說的 您感到很心痛 可是卻也是如此無奈的話 從結果論 難道臺灣的司法 不正是在縱容財團 無止境的毒害臺灣嗎 我們來看看 我們真的有好多好多法律 可是你說要給他定罪 不好意思 沒有半條可以用 水污染防治法 當然是最直接的 可是說水污染防治法 特別是第36條說 如果不符標準 可以處三年以下徒刑 說不好意思 其實這是一零四年才過的 你之前兩年前的 這個犯罪行為不能開罰 這個這個其實在法律上也對 那好 如果說這一條罰不了 你說另外一條 我們來看看廢棄物清理法 我們先看下面這個 任意廢棄有害事業廢棄物 他說這個是管那個污泥 燉的那些東西 水的你說關不中 這個其實就人民的 這個法律情感 已經有一點難理解了 為什麼廢水就不是事業廢棄物 這個為什麼能夠這樣認定 好就算這個也符合了 刑法你放那種強酸的廢水 毒水不要說對魚類生態 對於農田當然有傷害 可是你說這樣放 因為你沒有長期的監測資料 然後你就說所以不符合公共危險 那我想說的是說 就已經是連犯的這個行為的日月光都坦承 他有做這件事 只是他說他不是故意的 所謂的罪證確鑿的情形下 都無法定罪 難道司法不是在縱容這些事情嗎 詹律師 我就說 剛還是我剛剛回到剛剛的說法 就是說司法是不是縱容 我們要分檢察官這一邊 跟法院這一邊 法院只能被動的審判 其實真正關鍵的就是說 證據的收集 完不完整 起訴 那個法條 研究了想不想死 關鍵應該 比較比較重要的關鍵應該是在檢察官這一邊 檢察官這邊其實是應該隸屬於法務部 那以這個案子來講 其實我剛剛提到過 如果檢察官細細一點 高雄市環保局也負責任一點 他有了這次的經驗 那其實就我們搜尋到 以及剛剛更正也講過了 其實過去日月光 因為這樣子的偷牌的 前科磊磊有處罰 應該把這所有的會整 一起來告訴檢察官 然後由檢察官舉例 來去論證說 我綜合這麼多次的資料 看起來日月光 確實是一個拖牌的慣犯 而且累積這樣的拖牌 確實會造成環境生態 嚴重的公共安全的危險 這樣子我們說要來起訴 要來把他定罪 當然才比較有可能 不然真的是不能苛求法院 閉著眼睛判 我們換另外一個 剛剛換另外一個場景 我們去抗議政府 我們也不希望說 政府隨便起訴 法院就閉著眼睛幫我們定罪 所以我一直想說 我們應該用相同的標準來看待相同的事情 不過潘老師你怎麼看的 不過我在那個剛剛詹律師也有談到說 如果說可以一併 其實我在想環保局應該 就是理論上一定要 因為這資料都扁扁了 環保局 我們其實之前也有引用環保局資料 這是地球公民基金會所寫的資料 一三年 這真是洋洋傻傻了 一三年二月 K7場施設管線排廢水 罰六十萬 十月稀釋廢水 然後大概是採除一點一億 還勒令停工 一樣是K7場 十一月K7場與四月登記 事項不符 然後再來十二月又是K5場 十二月十一號是K11場 十二月十一號又是K11場 我們來看看 其實真的是洋洋傻傻 一一年也是洋洋傻傻 然後一直開罰 一直開罰 雖然金錢都很少 就是幾萬塊或是二十幾萬 我們來看看在其他的這些紀錄 一二年也是洋洋傻傻 總公司放流水不符標準 K5場 K7場 K11場等等的 就是他真的是前科雷雷 我要說一句就是說 我其實這條後進溪 這麼多年來 不是只有日月光在污染 包括中油公司三年被抓到 偷排五十五次廢水 然後台塑人物廠一樣 那個廢水在地下超標三十萬兩千倍 還溢流到後進溪去 我曾經當著面問台塑公司 中油公司跟日月光公司說 你們知不知道下游 有一千三百九十公頃的農田 在靠這個水在灌溉 是 沒有人敢回答我這個問題 如果說不知道 那真的是無知到可惡的地步 三四十年在那邊設廠 你不知道下游有 一千三百公頃的農田在那邊灌溉 如果是惡意 坦白講那些不叫做公共危險嗎 那不叫做是刻意的要危害人民嗎 所以我是真的覺得說 台灣的法律 為什麼侵罰這二十萬六十萬 犯刑再怎麼重大 當年也只有在六十萬 所以這種採閥企業大財團根本無感 是 第二個問題其實是 就是張醫師剛剛講的沒有錯 就是說高雄市政府環保局跟地檢署都有責任要長期的去把這些 就是說把這些證據提供出來 但是我也要說就是說 整體而言 其實整個台灣的環環境就是保護的這個體制 我常常形容說兩三隻病貓 我們的不管是稽查的人數也好 或者法令也好 其實都像病貓一樣 但是那些大財團 其實就像幾千隻壯大的老鼠一樣 你怎麼抓都抓不清楚 所以像這個案子 我也就是同意剛剛張醫師說的 其實現在我們那個高雄市政府跟檢調 因為還可以上訴 是 所以應該加把禁 是 加把禁把這些市政收集清楚 那我們一直要求說 其實整體而言 後進西要做完整的污染流布調查 就是到底這個釐清是誰的責任 是 然後到底日月光在這個污染中 佔了多少比例 因為確實不是只有日月光這家公司 可是就是政府環保機關跟地檢署 有責任要把這些釐清 然後進一步上訴 潘老師 要繼續打這場關係 日月光是不是就是台灣所有縣市 所有河川的縮影 第一個 污染很難抓 第二個 好 給你抓到了 也不會怎麼樣 好 一審判了 二審還是無罪 你怎麼樣看日月光今天的判刑 這件事我第一個想問的就是說 難道這些魚是死假的嗎 就是說他自己也承認已經有污染 結果我們的判決竟然從一審清判之外 這一次竟然是完全無罪 這個讓我們也覺得很疑惑的就是說 那地方法院那一些的法官 他們做出來的判決 跟高等法院高分院這邊所做的判決 他們之間的專業到底在哪邊 差別在哪裡 是台灣的法律教育有問題 還是我們有看到另外一種 比如說有錢能使鬼推磨 或者說整個的制度其實就是在朝向一個 比如說像 法律碰到有錢人 就是會轉彎的事 所以我們是覺得 因為我們在地方做這些尋守工作 常常去 稽查 然後想辦法去找到這些證據 要對這些惡劣的廠商生之以法 可是今天看到像這樣的一種判例 這些所有真的是用心要去解決 那個地方污染問題的 大概士氣都受打擊 是 日月光7K廠那邊在高雄 好像離桃園很遠 其實我們桃園中壢也有日月光廠 就在同一年 大概隔一個月之後 我們那邊日月光也發生了 他們那個污水有外洩 他的外洩因為他是有連線的 環保局人員在八點多的時候就發現了 發現了之後 大概半個小時後到那邊 然後要求他們之後 做了之後 我們認為既然你已經被抓了 應該要處罰 可是事後我們發現了沒有處罰 他們說工廠在發現之後 三個小時之內 已經修復完畢 所以不罰 服不服氣 我覺得老百姓看這些案例 都非常的不服氣 他排廢水 只要說不好意思 我意外的 這個我不是故意的 三小時內 三小時就排完了 他說我都解決好了 所以不用罰 而且是在環保局 已經從連線上看到了之後 去那裡 之後 他說從既然是八點出問題 那十一點 以前他們修復好了 那為什麼這個大財團講話 我們的地方政府跟司法 就會比較相信 可是我們來看看 當然這個判決 這個是去年一審的判決 判決出來 大家還是很不服氣 因為你其實污染市政這麼明確 然後呢 包括我們剛剛談的這四個人呢 判一年四個月 一年六個月 一年十個月 可是通通可以緩刑 緩刑說都不用關 這段期間 你只要不要再犯 那個其他的這些刑責的話 就不用關了 所以他說哪有這麼好的啦 可是那時候是依照廢侵法 來去判刑 那如果說這個所謂的水 不可以當作污泥 不可以援引廢侵法 那一審法官不就亂判嗎 那如果一審法官判的是有道理 那二審法官不就亂判嗎 我們再回到三年前 這一場日月光 全臺灣全世界最大的 半導體封裝測試場 竟然排放高酸的這些廢水 對於整個後繼心危害之大 我們來看看 前年日月光被高雄市環保局查獲 將南子駕工區的K7廠 高達五千五百公噸製程廢水 直接排進後進溪 還故意隱密通報 並抽取自來水道採樣槽工檢測 環保局前往稽查時 廠方變稱是單一異常事件 然後直接排入我們的衛生處理廠 所以確實當時緊急狀況確實有出局 新環保局檢測此次排放的廢水 PH值為強酸 並含有鑷等重金屬 比對原廢水素質 顯示根本未經廢水處理 嚴重威脅橋頭區和子關區九百四十公頃 農業用水安全 重罰六十萬並勒令停工 隨後環保局人員也到日月光 稽查廢水處理設施 結果K11廠的綜合廢水處理槽 被噴上一個大問號 因為日月光申請許可的 只有一個綜合槽 現場卻多了一個 日月光人員試圖辯駁 但被環保局痛斥 因為現場不只多了一個綜合槽 地底下還藏一個多的備用槽 也沒申請許可 而排放管線更繞過流量累計表 平時從這裡排出去多少水 環保局根本無從監測 這個路放管這個接過來以後 直接就這樣排出去了 所以沒有經過下面這個流量計 當時日月光偷排廢水風波 越演越烈 董事長張乾燊也出面致歉 造成社會的紛擾與不安 致上最深的歉意 不過環保局還是對日月光K7廠 做出部分停工處分 直到去年十二月中旬 環保局才同意復工 而偷排廢水風波 也讓日月光停工將近一年 不法立得被裁法一億多元 所以詹律師我自己不了解說 好如果說二審的判決是無奈 但是比較符合法律的定義的話 那一審不就亂判嗎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 其實在當時大家都對這麼大一家企業還會這樣子偷排廢水 感到非常的憤怒 那這個一審的法官其實是在檢察官起訴的法條 明顯已經看不出沒有辦法將日月光定罪的情況之下 那水護法不行 刑法不行的時候 他以這是相同一個事實去找出了廢棄屋 清理法四十六條規定 想要加以處罰 那但是因為廢棄屋 清理法四十六條 譬如對公司的罰款最高罰金的上限 也才三百萬 他已經罰得最高 那在當時還是被罵說 這是司法輕重 我相信一審的法官 他會覺得非常無奈 但是這個案子 其實唯一有爭議的一點 其實就是在於說 這個到底是單一的異常情況疏失 而或者是根本就是日月光刻意的慣性的在偷排 只是這次被抓包 所以找一個藉口 那這一部分 我剛剛提到 這一部分其實不是法官能解決的 那檢察官被事後 資格很久才接受高雄市環保局移送的資料 他也很難精準的判斷 其實唯一的就是 比較有可能是高雄市環保局 但是高雄市環保局 或許也是事發之後 接候通報 他才到現場 可能很多證據也已經被改了 或者現場已經被 都已經動過手腳了 那這個也就是地球公民基金會提出來的 那我們要不要未來 其實高雄市政府應該要做這種 所謂全流益全食的這種監測 把這種污染指紋查得非常清楚 但是回到本件裡面 其實我剛剛一直一帶長調 這個案子的法律有 他確實有他漏洞的地方 尤其像那個水污法的部分 那這一部分 因為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民間也組成了那個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法聯盟 那我剛好也是擔任那個 那個聯盟的召集人 那後來跟官方溝通之後 其實把我們看到的法律漏洞 盡量把他補起來也提高一些法則 那這個法當然在今年二月四號已經通過了 那在這個案子一審宣判的時候 我那個我曾經直接的點名批評說 高雄市環保局長曾經的言很大 輕輕高高舉舉輕輕放下 當然他非常的生氣 那今天他講了一句話說 日月光沒有行責 不代表沒有責任 這個我就贊同 那其實剛剛那個根正也講過了 在當地的那個污染 中油也好 台售人物廠也好 這個日月光也都有 他們對這些污染都有貢獻 所以當然我雖然認為說 刑事責任不應該交由日月光 一個人蓋瓜承受 但是他們確實對這個後進溪的污染 都有那個嚴重 就是都有強烈的這個貢獻 那對這樣子污染的貢獻 其實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其實一直都其實環保署的 那個土屋基金也都其實他們絕對 可以用那個土屋法要求 要整治 要負擔這個整治費用 那這個這一部分 其實絕對可以讓他們 這些業者痛 願意重新去改 改善污染的方式 可是高雄市政府有沒有做 沒有 環保環保署 土屋基金有沒有做 沒有 我們看日月光 才剛 現在才剛落幕了 他可以短短在三十八天之內 花三百五十二億元 去收購他的競爭對手細品的股票 高達三 差不多三十六趴 那一年前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張前生董事長 他自己對外公開說 他要捐款三十億元 但是竟然還要分三十年 這個相較於三百五十而已 差的那麼久 那麼多 那還要分三十年 好 即便是分三十年 那現在一年過去 兩年過去了 我們要問高雄市環保局 因為要問張前生董事長 這個錢捐了嗎 捐到哪裡 高雄市政府 你有沒有輸出他 對 一定要 要旅行這個 從來把錢捐出來 那捐了 捐到哪裡去 怎麼用 都有沒有人在追蹤 我就沒有 所以我也認同說 我們的政府長期的向財團 傾斜 法律遇到 這個財團都會轉彎 但是這個其實有時候 不是法院司法的問題 而是第一線行政機關 跟財團勾結之後 在執法上面產生的偏差 不過我們可能要特別說明 是我們今天當然也邀請了 包括日月光 也包括高雄市環保局 不過高雄市環保局局長的說法 是說因為今天整個高雄市議會 都在質詢 那他們必須在議會備詢 日月光的說法是 他們尊重這一次高院的判決 所以他們就沒有辦法參加 那不管是來現場或是call out 可是我們也來看一看 各界怎麼看 最關系的是 之前擔任環保局局長 現在是高雄市副市長 曾經德說 以前法律都比較保障 事業單位了 那要舉證水污染 真的不容易 所以地監署才會用 所謂的廢棄物清理法 來起訴 如果構成 就真的給他罰三百萬 可是也很難舉證 但是沒有行責 不代表沒有責任 企業都要有社會責任在 市府以不當利得 也罰了日月光一億 那事後中央也修改了水污法 高雄市環保局說 當時水污法沒有行責 公共危險罪要長期追蹤 才可以判斷因果關係 所以一審或判無罪 那只有廢棄物清理法 部分被一審法官認同 所以分別判刑 日月光的說法就是說 尊重司法判決 然後感謝 還了公司跟員工的清白 更將致力於公司治理 還有對臺灣土地的付出 可是李老師我要請教你 所以這個給我們的一個訊息 或是給財團一個訊息 就是說好啊沒關係啊 你要放那種 有毒的廢棄沒關係 你要放那種極毒的廢水 也沒關係 放了之後呢 反正要抓你也不容易 啊你真的很衰 被抓到了 你就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哪個東西壞掉了 不小心跑出去 我趕快三個小時 我就說好 其實就是 政府法院都相信我 就是陳津德副市長 說的第一點 就是說以往法律 比較保障事業單位 但事實上講得太什麼 太不客觀了 現在的法律 現在還是啊 還是一樣啊 所以我開頭就說 臺灣的環境保護法律 基本上沒有辦法 真的保護臺灣的環境 他其實都是在做 擦屁股用的 臺灣的環境法規 怎麼制定出來的 一個草案出來 最早就是什麼 就要找事業單位來協調 看他們能不能做得到 所以我以前跟戰略師 在當環境委員的時候 每次都在討論說 到底這個是不是企業 最佳可行技術 最佳可得技術 都是在討論他們能不能做得到 或者他們錢能不能負擔得起 每一次的修法 要不是有強大的這個社會壓力 基本上在立法院修法都非常困難 二零一一年要不是台塑人物場的污染事件 我們逼著環保署要要什麼要要制定出那個石化業放流水標準 他也不肯定啊 今年要就是去年要不是那個日月光的事情 水務法怎麼會修訂呢 所以不只是法院的問題 是整個系統化的整個國家體制向財團 他們請協 立法院一天到晚訂那些法規都向他們請協啊 所以到最後呢 你會發現說每一次出了問題 現有的法令都派不上用場 要不就是罰則輕到他根本無關痛揚 日月光絕對不是唯一在毒害臺灣的廠商 但是他一定是很重要之一 是 這個是一個指標 我剛剛一直在強調說 從日月光二零一一年到二零一三年 二十九次的壘犯 前科壘壘 這個絕對是系統化的犯罪行為 你如果說這幾十年來從來沒有過 只有三年前那一次 他們就說真的有可能是意外 然後這個為什麼會從處就是主管 然後一直到下面的這些課長什麼等等 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張全身沒有責任 坦白講 我不相信 那可是今天這個判決出來之後 以後怎麼判 日月光也都無罪 為什麼我這樣就要判有罪 所以之後當這個判例形成之後 對整個臺灣環境的迫害是怎麼樣 我們來看看 這是日月光 這是蘋果日報在一三年十二月的報導說 可惡日月光毒害臺灣 不是只有日月光 後進臺數也污染他 然後污染半年超標十倍 人無常 一樣在污染高雄 中油 連我們自己的國營事業一樣 就是也共襄盛舉 所以因為沒罪嘛 你就擺下去增加那麼多成本去設這些 所謂的那個所謂的排污的這些設備 可是我們來看看 除了高雄 這個情形是全臺灣都有 東石鄉 這壁就像那個蚵仔的色 所以現在有那個什麼芋泥河 芋頭河 牛奶河一大堆 紅色油漆 這是樹林減填 也是紅色污水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在桃園 你看 好像很漂亮 這個叫做什麼芋頭顏色的芋頭河 或是牛奶河 在中立 這個是市議員王浩宇提供的資料 這是在今年八月的時候 整個中立的這條鑽膏 變成這款色 抓到不大金了 兩天之後再放 不同的地方 一樣給你照牌 然後這個也是後進溪 整個被污染的情形 我想說的是說 全臺灣這幾十年來 河川污染層出不雄 一年比一年嚴重污染 一年比一年大 可是為什麼我們的法令 我們的判決 就是拿不出解決的方法 我們來看看 水底漂浮不明泡沫 還發出刺鼻的酸味 看起來相當混濁 當地民眾指著幾個寒洞口 直指就是這些污水 讓臺中彈指這條 三十五張渠的大牌 變成又黑又髒的臭水溝 當地居民直指污染源就是這些 從潭子加工區流放出來的廢水 居民很擔心 因為這條大牌 不僅是加工區的主要排水溝 而一旁的稻田用的水源 也是來自這條大牌 居民指出加工區就有五處 放流口流入這個大牌 多次造成污染 但臺中市環保局 卻一直抓不到源頭 當時加工區回應 全區有三處監測站 定期進行水質檢測 監測酸檢質以及懸浮物 而水面有氣泡 並不是污染物 另外今年三月 桃園市環保局查獲 大園復興空廚公司 將未處理的廢水 偷排到南侃溪 化學吸氧量的部分 達到七百六十一ppm 已經超標七點六倍 那在懸浮固體的部分 達到一百四十三ppm 超標五倍 稽查人員也發現 廠內多處廢水處理設備 生鏽荒廢 復興空廚 為了節省成本 利用深夜貨大雨掩護 環保局認定是蓄意偷排的 重大違規事件 依法開罰五十三萬元 事實上為了防止不肖業者 偷排廢水 今年一月立法院三讀 通過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 提高違法排放污水的刑期 與罰金 但偷排廢水的事件 還是層出不窮 看來希望透過重罰 來遏止污染事件再度發生 效果恐怕有限 所以潘老師就是請您回到 桃園的經驗 桃園其實 桃園人真的也還蠻可憐 那個污染的情形 比例真的是很高很高 到底是為什麼 全台灣 包括桃園 為什麼這個污染會層出不窮 那個整個系統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桃園有上萬家合法的工廠 非法的還不知道有多少 那過去我們白天可以看到污染 那通報 然後好像也沒有什麼下文 可是後來呢 確實 巡守隊發揮了一些功能 可是巡守隊發揮功能之後呢 道高一尺 魔高就一丈 就像剛剛信聰說的 像這樣的颱風天下大雨 那是他們排放的最好的時機 那平常白天他們現在不太放 那就是晚上放 巡守隊沒有那種能力晚上 天天去查 所以白天能不看到 他們就很萬幸 那這種慣泛 夜間不斷地發 不斷地在排 我說十家有一家的話 桃園一萬家以上的工廠 一天就有上千家在排 所以我們桃園的藻礁 就是這一些排放的工廠的 排污的廢水 一直去把我們的環境弄壞了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 一直都沒有辦法解決 其實是公害文化 就是說早年呢 剛開始污染的時候 其實我們地方的人士也都懂得說 要去通報 要去抗議 可是現在都不抗議 大概都是眼睜睜的 隨他了 那早期呢 就是當有抗爭的場面出現的時候 我覺得政治人物會過來 剛開始的時候氣勢不大 那政治人物可能就是先靠財團 那等到民間的力量越來越大了 他們會開始加入到民間這一頭來 那到最後可能就是賠償了事 賠償了事 會造成的就是說 民間呢 既然認為有補償了 那聲音就沒有了 那這樣的狀況之下 形成了所謂的公害文化 包括未來 還有很多 就是說後來 很多的選手對這些 很努力的去稽查 但是常常得到的回報 就是說未發現污染事實 我們過去就是經常碰到這些之後 最後真的很近 甚至我們也抓到了 然後也罰款還要去領罰金的時候 我們突然發現到 家附近有一些不可疑人物來 那一定表示有很多資訊 是官和商之間 是有密切的那種關係 所以我在想說 臺灣像這種問題 大概是需要更多人關心環境 然後去讓整個這一個官商勾結的體制 可以被改變 或者是有另外一個方法 我覺得我們現在拿那些污水 裡面含有什麼酸鹼值怎麼樣 什麼BOT 又什麼一大堆的那些專業的數據 要來抓這些污染 可是我老百姓哪懂的這些東西 沒錯 我們為什麼不能用生態指標 來要求這些廠商 所以幾年前我們發起一個 就是環我有餘的溪流運動 我們老百姓隨時都可以去監看 我們的河流裡面有什麼魚 如果現在這個是只有看到無國魚 那表示他還在重度污染 一定還是有很多排費 那這一部分是誰要負責 當然是廠商和你政府要負責 那如果現在改善成為 可以看到寄魚 我們可以相信政府是有公權力 有在發揮 如果一直都只看到無國魚 那就有問題 那如果說像桃園還有很多 像我們那個樹林溪 你現在去看 三十多年來沒看過一條魚 到現在也還是 那這個政府功能到底在哪裡 我是說我們的政府 是不是可以朝這個方向 也定一個時間表 幾年我們可以在任何的溪流 都至少看到無國魚 幾年我們可以在任何的溪流 都看到本土種的寄魚 這樣的方式 用簡單的生態指標 給我們這樣的一個願景 不過張律師剛剛其實你們三位 都一直在談到 這其實是全台灣系統性的問題 我想問兩個 什麼叫系統性的問題 這個是地方政府 無能去做有效的環境監測保護 還是真的是像剛剛潘老師說 這是某一種程度 而且是很嚴重的叫做官商勾結 又或者是說好不容易抓到 是因為法律的漏洞而使得說 這些人通通都可以成為 落網之魚 到底系統問題是什麼 那怎麼解決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一百零三年環保刑事案件 偵查終結 在一年空污的話只有二十六件 所以這跟大家想像就是偵查終結 所以只有二十六件是偵查終結 水污是四十九件 廢青是四百二十多件 那偵查之後就要起訴 起訴也只有四十六起訴率 然後水污是四十三 廢青是三十四 那比前一年還下降 判決人就更少了 空污法在一百零三年十一 十一個人遭到判決 水污是十七個 那廢青比較多是三百六十八個 癥結 起訴 判決 整個是個比例是大幅的下降 再來我們來看看其他這部分 每一年都有非常大的 譬如說一一年 在臺中鈴聲精密排 這個致癌的廢水 然後一三年日月光這件事情 還有臺北市基隆河遭到這個 所謂的偽漢紡織排廢水 一五年包括桃園 桃園等等的 還有中立剛剛我們看這個牛奶河的情形 換句話說層出不窮 系統問題是什麼 怎麼解決我們歡迎觀眾朋友打電話 進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臺南的何先生 好 我跟你說民國六十年到近 臺灣最多K就是我們臺南的減BK 和二人C 我們臺南的受命比臺北減三年 民國七十年到近 十大建設的高雄石化區 南部的壽命比北部少六年 民國一百年六清 南部壽命比北部少九年 中華還有國光石化 變十二年了 我說這個方案要處理就是 國光石化應該不要去新加坡 去台北社紙島 後來放在總統和另外人 這樣就是改革了 謝謝 布里哥我對社紙島居民 應該是很不公平 桃園的王先生 你好 請說 那個 我只敢說全臺灣市 都是 為什麼他們不繳稅 四十大 排名前四十大 不繳稅 生意照 排費 剛剛曾經的上面 不嚴肅的 是 我敢說 王先生不好意思 因為你那個訊號很不穩定 我不知道您在的地方 是不是整個訊號比較弱一點 也許如果你可以再試著打電話 進來一下 新北市的戴先生 你好 請說 你好 那個我幾點 第一個是為什麼法官的判決 一定要去查他歷史上的判決 才能決定他是不是第一次 為什麼我們的法規不能改成 你只要排了我就判你 這是立法院怠惰 立法院什麼都要喬 第二件事情是法官判這個 其實 我們大家看看也可以笑一笑 為什麼可以笑呢 法官什麼都判的有問題 罵人的可以沒有罪 當然我排毒的可以沒有罪 因為沒有直接殺死人 罵人把人罵到快死了 都沒事 為什麼排毒會有事 對不對那其次是 那最後一個是 那為什麼我們技術上可不可 沒有辦法去做 你一排進污水管 一排進污水管 我就去做監測 你只要超標 我就從那邊就接到了 就開始就罰你了 技術上可不可行 大家有沒有研究過 非常謝謝戴先生 所以詹律師 系統性的問題是什麼 怎麼解決 好 我想可能分比較細一點 跟比較整體的來看 那我先講比較細一點 那第一個 我們我們的所有這些環保法令 大概都是在一九八零年代 九零年代才開始移植進來 那時候台灣其實 經濟的發展也差不多 一直在巔峰 所以當然這法移植進來的時候 當然阻力沒有很大 但是相對的 因為這些企業在立法院 有很大的遊說能力 所以相對他訂出來的罰則 各方面都比較寬鬆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 我們政府機關長期以來 一樣就是說一個整體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都是告訴我們 所有政府都在拚經濟拚經濟 但是他們忽略了經濟的目的 其實是要來改善人民的生活 要讓人民生活得好 那要讓人民生活過得好 其實應該包含了乾淨的空氣 乾淨的水 乾淨的土壤 乾淨的食物 安全的食物 等等這些問題 而不是只是表面上 把經濟發展當作目的 然後創造出來的利益 都到了大財團大股東的口袋裡 那但是因為政府 一直有這樣經濟發展迷失呢 所以呢 他在各個地方 從中央到地方都一樣 環保方面的經費的編制 跟人力的那個編制 相對都是非常的少 那加上主觀的心態 所以這些少量的環保人力 不是不想執法 就是礙於各種機關 各種民意大部分的壓力 難以執法 那就會造成了現在 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我必須要這樣子 來奉勸這些企業 其實這種現象 其實是可以檢驗的 我們大部分的企業 他們其實真正想要賺錢的目的是什麼 也是想要改 但是他們想要做是什麼 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質 但是當他們急急忙忙的要賺錢 改善自己生活品質的時候 他們卻是刻意地忽視 默示他人或者整個社會大眾 共同的生活品質 是 所以以零為貨 自己想辦法降低企業經營的成本 賺更多的錢 卻是把這種污染 這種社會成本轉嫁給社會大眾 或者其他的鄰居 我覺得這是政府回過頭 應該好好反省 我們也已經講了快二十年的產業升級了 但是呢 面對這一些只能靠沒有污染方式 靠污染來降低生活成本的這種企業 他有沒有競爭 如果沒有我們可不可以淘汰 還有如果他即便會賺錢 有競爭競爭力 但是他如果他沒有企業社會責任的話 我們真的要這樣的產業嗎 我覺得這是未來二零一六年 政府大改組之後 未來的總統跟他的內閣 應該好好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不過說實在 現在在希望這些企業大財團 突然間找回自己的良心 突然間有社會責任 這個大概很難這樣指望 可是有沒有一個方法 好你敢排 你敢排我就一定抓得到 我就說整個河川的即時 立即的監測系統 我做得很完善 你排我就知道是你中油排的人 是你日月光排的 我馬上抓到 排什麼我馬上知道 那所謂的官商勾結這件事情 透過公開的公民參與 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你監測的資料 你要去勾結就不那麼容易 我們來看看整個監測系統的改善 恐怕才是讓我們的河川命運 可以繼續保留的重大關鍵 之前科技業者日月光 偷排重金屬污染的廢水到後進溪 造成近千公頃的農地受害 類似污水亂排放 污染環境的事件層出不窮 環保署上日月公告 下修每天排放廢水量達到 1500立方公尺的工廠 必須設置自動監測設施 監測的業者從84家 擴大到273家 不過環保團體認為 即時監測的數據 只連線到地方的環保局 讓環保署的好政策美中不足 一般的公民還是沒有辦法取得 到底你監測的結果是什麼 你到底是超標還是符合標準 大家都不知道 環團也認為 全台事業廢水列管的業者 有2萬多家 目前需要設置自動監測設備的 雖然增加到273家 但能只佔了1.3% 不過環保署強調 這273家業者就掌握了 八成的廢水排放水量 即時公開的線上作業 也已經在規劃中 最快是年底 那最慢大概在明年年初 應該就可以上線了 環團表示 對岸中國大陸的即時環境 監測連線資料 早就有方便查詢的線上平台 台灣的環保署 也應該加快腳步 讓公民共同參與監督 所以李老師怎麼解決 剛剛其實提到那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一直在呼籲的 要增強那個社區的知情權跟 就是緊急計畫跟民眾參與的相關法案 簡單講就是說 信聰你們家如果有工廠 附近有工廠 附近有工廠 我站在旁邊的人 我會知道你們那間工廠 到底排放了什麼東西到空氣裡面 排放了什麼東西到水裡面 排放了什麼東西 就是說有產生什麼樣的廢棄物 它的種類跟量各是多少 是 明明有權力知道說這家工廠的狀態 是 那所以再搭配剛剛環保署講的 這個叫做 等於水污染的即時監控 這整套東西要完備才行 我們現在狀況 為什麼整個台灣的這個工業管理 停留在第三世界國家 是因為我們對於那個企業監督 一直都沒辦法提升 是 因為很多資訊都掌握在政府手裡 也不可能公開 掌握在企業手上也不可能公開 所以人民住在一個極端危險的地方 也不知道那家工廠幹什麼 這個是因為沒有錢的關係 還是中央沒有法令 沒有法令 到目前為止 其實台灣這套法令至少落後 這些歐美國家幾十年 所以我們就是要逼迫立法院去立這樣的法 對 就是這個叫做 資訊公開的相關法案 就是社區知情權 我們雖然有個資訊公開法 可是對於社區要知道這些 污染性的這些措施 其實都沒有 所以我們在那個 上次那個高雄氣暴事件之後 不斷在提這個概念 是 叫做社區知情權及緊急計畫的 相關的辦法 所以這個法令 其實將來在立法院 一定要儘快定出 那你們之前有對立法委員去做遊說嗎 這部分其實 還在 已經提出這個呼籲了 但是還沒有真正開展 台灣這方面還是非常弱 還沒開始 對 那第二個問題其實是 要建立起整體的這個 河川污染總量管制 是 我們現在的狀況 像潘老師他們在桃園狀況 就是那麼多風場排進去 就算每一家都合法 那個河川也死俏俏啊 是 所以水屋的這種 總量管制的概念要建立起來 長大之後呢 就會慢慢地失去某些東西 瑋德先生在哪裡啊 瑋德先生在哪裡啊 瑋德先生在上海啊 瑋德先生在上海啊 阿嘉妮也不是在上海 他們兩個應該會引擎一下吧 我不會跟他碰吧 我也沒有要聯絡方式案 就眼睛圓圓大道 我先逃到你 唐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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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從來沒指望過 會在上海 遇到你 週一至週三晚間九點 十六個夏天 1 2 3 4 大人不經意的責備 對小孩帶來獨生的陰影 我感覺他不要我 吃吃吃 好乖 今天的代課老師唐立琦 要帶小孩重新詮釋這些難聽的話 勇敢向大人申訴 我不希望你以後說 你以後不要叫我媽媽 溝通將帶來感動還是挫折 看小學生展現溝通的力量 每週五晚上六點 還有8萬的藝術 這款2500元 或是會思考的小公民 為什麼系列四冊 加小朋友大問題動畫DVD 詳情可掃描 從QR Code公視網站 撥撥02-2633-2000 轉九 你有沒有想到財政 有哪些社會 你不知道的資本主義紀錄片 是由法國 加拿大 及以色列跨國合制 我相信 開市場和自由商業 是最好的想法 震撼的內容 將解构資本主義邏輯 掀起一場知性的大地震 這絕對是你徹底了解 資本主義的最後機會 愛的萬物論 每週一到週三 晚上11點好好看看我 好 好